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开始上课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教师简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那其实今天我们现场呢 又有请来自森美兰芙蓉的陈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今天我们到底要上的是关于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将会上这个 听说教学的课程 理解 那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给老师跟我们请教一下 就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跟我们上课的四位同学有谁 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 老师也有请了四位小朋友 来自芙蓉新城高院东华小学的小朋友们 那么现在老师就请四位小朋友和大家打个招呼 来 第一位是敏涵 敏涵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易轩 易轩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子昕 子昕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宏毅同学 宏毅 你好 大家好 好 老师 那我就话不多说 我就马上把时间交给你 让我们大家跟陈老师一起上课 好 那么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的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呢 讲述事情并说出自己的看法 做到叙述清楚 语音正确 话语流畅 语速适当 用语准确和态度大方 那么小朋友们听到了一连串那么多的要求 你们会觉得很有压力吗 会吗 不会 这个同学会吗 不会吗 小朋友们都摇头看来非常有信心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课题是关于什么的呢 是人工智能产品 那么小朋友们需要围绕着这个课题 去述说关于他们的看法 但是刚刚我们也有看到了 那么多的要求 那么今天他们到底要做到什么要求呢 总共只有四点 好不好 那么今天老师会要求你们 第一点要做到的是内容充实 很多小朋友们当他们在说的时候都会说 我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我们稍微的可以梳理一下 主要要说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呢 这些解释都可以让我们的内容更加的充实 那么第二点同学们要做到的是 叙述清楚 那么小朋友们只要记得 只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懂 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到了叙述清楚 那么第三点是语速适当 有些小朋友在想的时候可能会说 怎么办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就会慢慢地放慢了速度 有一些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同学们就要记得了 要控制好你们的速度 当你们在说的时候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再来最后一点就是态度大方 我们在说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要有礼貌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有信心 让听的人也听得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好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接下来老师想给同学们 看一看这个形状 黑色的形状 你们会想到什么电子智能产品呢 好 一轩同学来回答好吗 我会想到手机 手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对的 答案是手机 那么老师相信 现在的人难免一定会用到手机 是 好 那么老师想请问一下 四位小朋友 你们平时在什么时候的情况之下 会用到手机呢 有没有小朋友来分享 好 红一 在疫情期间 我会利用手机打游戏 因为疫情时 我有很多空闲时间 所以我利用空闲时间来打游戏 好的 好 现在的小朋友都很爱打游戏 对不对 那么老师想请问一下 其他的小朋友呢 除了打游戏之外 你还要用手机来做什么呢 好 紫欣 我会用手机到学校的电子图书馆 阅读我喜欢的故事书 非常棒 那么如果老师想要求紫欣 再多说一点呢 当你在阅读这个电子图书馆的时候 通常你会看什么类型的书 或者是它可以怎么帮到你呢 我觉得电子图书馆很方便 因为无论我在哪里 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阅读到不同的书 也不用担心忘记还书 或者用不见书的问题 非常棒 紫欣 从一开始的只是一个句子回答 然后慢慢的第二次再回答的时候 他更加的清楚地解释了他的想法 对不对 也补充了很多内容这样子 是的 好 那么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呢 好 米韩 我会用手机到Google Classroom 上考老师给的资料 还有完成老师给的功课 好 那么行 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已经恢复学校上课了吗 你还有用到这个Google Classroom吗 还有 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 来不及找些老师给的功课 然后回到家就可以用手机 在朝鲜老师投赛Google Classroom的功课 所以他就被当成是一种教材 对的 所以同学们他们不需要太紧张 有时候我们的时间也非常地紧张 而这一个就带来我们的便利了 理解 理解 好 那么还有一位同学 易轩要分享吗 疫情期间 我会用手机上网课 这样我就不用每天早早起来去上学 是的 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习惯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老师要和同学们说一说 老师来个小游戏 那么在还没让同学们知道的时候 我先来给你们猜一猜好了 好 他有圆圆的身体 他总是趴在地上走来走去 他还喜欢把垃圾吞进肚子里 小朋友没有想到是什么答案呢 好 易轩先举手 我们选他好不好 好 易轩 我觉得答案是扫地机器人 跟我的答案一模一样 为什么你们都会觉得是扫地机器人呢 因为整体从外观来说 因为他会趴在地上走来走去 也会把垃圾吞进小小的肚子里 非常棒 易轩同学在回答的时候 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 那么老师为什么给同学们看这个谜题呢 因为接下来老师会要求同学们来想谜题 然后同学们你们需要先想一个谜题 那么记得我们今天的课题是电子智能产品 所以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一定要跟电子智能产品有关的 好 同学们可以参考老师给的这个谜题 然后同学们或许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创意的话 也可以用自己的句子来想这个谜题 好不好 好 理解 那我们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陈老师跟我们一起讲课 别走开 好 别走开 好 别走开 好 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老师就把时间交给同学们来分享他们的谜题 有哪一位同学要做第一位的吗 现在开始的是谁 洪毅先举手 我们先让她好不好 她有一个长长的身体 人们总是把它安装在墙壁上 我喜欢在炎日的天气使用它 好 洪毅同学已经说了谜题 看 已经有同学举手了 对 他们都猜到了 好 要不主持人来选好不好 谁来回答 我就请易轩吧 易轩 我的答案是智能冷气机 那么通常我们也可以说是智能空调 那么老师想问一问易轩同学 为什么你觉得是智能空调呢 我觉得是智能空调 因为洪毅有提到她在炎热的天气使用它 好 非常棒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让同学们做到几点了 首先他们需要边听 边记 边想 同学们都需要听其他小朋友给的谜题 抓到了重点过后才能够猜得出这个谜题的答案 而且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当易轩同学回答的时候 他也有说出从哪一个重点他能够抓到的 然后再猜出这个答案 非常棒 易轩同学老师给你的这个回答 四颗星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一位同学要分享他的谜题的吗 好 敏涵同学 敏涵 我的谜题是 他有各种不同形状的身体 他总是被人们戴在手腕上 他除了可以看时间外 还能打电话 看信息 看来这个应该非常简单 对不对 完全能够理解 好 那么洪毅同学来回答好吗 好的 我认为敏涵说的是智能手表 敏涵 因为他有说到他可以看时间 和总是被人们戴在手腕上 非常棒 那么敏涵同学 洪毅同学有没有答对呢 他答对了 非常棒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洪毅同学当他在回答的时候 他是用完整句子来回答的 而且他不需要老师再引导 他就可以直接地解释了 从哪一个部分他可以猜得出答案 就是这个智能手表 老师想问一问 四位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戴这个智能手表的习惯呢 有吗 有些同学摇头 洪毅同学点头了 那现在问一问洪毅 你觉得这个智能手表 和我们普通戴的这些普通的手表 有什么分别呢 我认为智能手表它有 智能手表有很多用处 而普通的手表只能看时间 好 洪毅同学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什么功能呢 当你在佩戴的时候 你会使用它的什么功能呢 我会使用它 测量了我走了几多步 和测量我的卡路里 卡路里也会 对 不错 主持人有使用到智能手表的习惯吗 偶尔会用到 但也不常使用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对的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一位同学要分享他的谜题的吗 好 义轩 有三个重点 已经有同学想到答案了 子欣同学 我认为答案是智能电视机 因为义轩有说 人们会把它挂在墙壁上 还会用它看搞笑的视频 非常棒 义轩同学 子欣有答对吗 有 非常棒 那在这里呢 子欣同学也学会了 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加一些解释 让听的人更加的清楚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也给子欣四颗星好不好 很好 那么还有一位同学还没分享谜题 对不对 子欣 来 子欣 他有个长方形的身体 出门时我经常把它放在包里 我会用它打电话和解决难题 好 敏涵同学有举手对吧 好 敏涵来回答 我问为子欣说的是智能手机 好 因为她有说到 她可以看时间还有打电话 还有能帮她解决难题 好 那么子欣同学有没有回答正确 有 好 非常棒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也要特别地称赞一下 这个敏涵同学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 我们先表达我们的想法 然后再稍加解释的 好 那么接下来 老师要和同学们说一说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第二个小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呢 它是《我是创意王》 为什么会有这个游戏 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这里同学们能够看到 我们有一个图片 请问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东西吗 敏涵同学非常快速 好 敏涵来回答吧 我觉得这是无人机 无人机 答对了 不晓得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或者是线上的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在真实的 或者是书本上 影片上 有看过这个无人机的呢 有没有呢 都有看过了 那么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想要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你也有这个无人机的话 你想要用这个无人机 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你想要它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好 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也可以利用接下来的广告时间 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打住一下 就跟陈老师说了一样 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广告时间交给你们 先把这个时间 你们就把这段时间去想一想 到底无人机的用处在哪里 而且你会用它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陈老师跟我们一起上课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敏涵同学 你可以吗 好 那么就是剩下易轩和子欣同一组了 可以吗 两位小朋友 好 那么现在我们先会由A组的小朋友 就是宏毅和敏涵来分享他们的看法 只要他们成功分享了看法过后 他们就可以为主别拿到了一分 好 那么当A组分享完过后 B组的小朋友就轮到你们了 好 过后我们有出现了这个挑战卡 同学们可以自由地回答了 只要你们有新的想法 你们就可以举上你的挑战卡 那么老师就会让你来分享你的想法 好 我们来看一看哪一组的小朋友 可以获得最高的分数 那么他们就会是我们今天的创意王 好 四位小朋友都理解今天的游戏规则吗 好 那么接下来 老师就把时间交给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来分享他们对于无人机 这个使用方法的这个想法来分享一下 好 请问有哪位小朋友要先分享的吗 好 敏涵同学 我有一架神奇的无人机 当我在网上订购我的食物后 无人机就会直接把食物送到我的家来 老师有点好奇 为什么敏涵会想要用无人机来再送食物呢 因为有时候塞车的时候 我们要等很久很久才能拿到我们的食物 有了无人机 无人机就能很快速地拿食物到我的家来 好 非常棒 敏涵同学 好 同学们 你们有听到敏涵同学的回答吗 当我们在分享题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说一说 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无人机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让听的人也更加地明白你的用意 好 不晓得其他的三位小朋友 你们对于敏涵同学的这个无人机 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你们觉得你们会想要用这个无人机吗 好 宏毅 我会想要用这架无人机 因为现在当初都塞车 所以你订购食物的时候 外卖会很慢才来到我们的家 非常棒 好 刚刚老师有看到子欣也有举手 对不对 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想问一下 如果无人机送错地方了呢 对 B 组的小朋友有问题要问A 整个挑战了 对的 好 A 组的小朋友敏涵 有没有想要说一说什么解决方法呢 他不会送错地方 因为他是智能场底 敏涵同学对自己的无人机非常有信心 好 那么接下来 好 A 组的小朋友 恭喜你们成功拿到了一分了 老师在这里记录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轮到B组的小朋友 来分享 有哪一位小朋友要先分享的吗 子欣和一轩 好 一轩同学先举手 我有一个神奇的无人机 他会在城市里巡逻 当他看到烟雾时 他会过去现场看看有没有着火 有的话他会从他的身体里掏出一个手机 然后打电话给消防局 等着消防局来着的时候 他也顺便会喷一些水 非常完整的这个回答 很高科技 听起来 对 把这个无人机的功能都述说了 以便让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这个无人机所有的功能 好 不晓得其他的三位小朋友 你们觉得一轩同学这个想法好不好呢 有什么意见吗 好 子欣 我觉得一轩同学的无人机很好 因为他可以更好地帮助消防局 非常棒 尤其是当我们在紧急情况的时候 的确需要一些外患来帮助 对不对 好 那么其他小朋友 还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要提出的吗 好 洪毅同学 我想问他是怎么 他是在哪里装那些水 而喷那些水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 问题 好 一轩 挑战来咯 他会到最近的河先装一些水 然后再去喷 这样会不会拖慢了这个抢救的行动呢 一轩 他会很快速的 他会很快速的 可能他们又会说 因为这又是个智能产品 对不对 好 那么谢谢一轩同学的分享 那么在这里 恭喜你也能够为你的组得到了一分了 那么现在可以看 A组和B组的小朋友 都分别得到了一分 那么同学们 你们可以开始使用你们的挑战卡了 只要你有新的想法 你就可以举上你的这个挑战卡 马上 红一 红一就举了 好 来 红一同学 其他小朋友 你们觉得呢 好 一轩 如果那个同学就拿着那个口罩还是不戴呢 那个无人机会一直跟着他 跟到他 太累了 他不要 他不想要无人机跟着他了 他喊 他还 他戴口罩了 那个无人机还 没跟着他了 就很像训导这样子 对 可能你看 红一是巡查员 你看他想的想法 也和这个巡查员的工作有关了 对不对 好 这可能 也许可以减轻到他们的这个负担了 好 其他的小朋友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要提出的吗 好 子欣 子欣是使用这个挑战卡是吗 或者是我们先让敏涵来 说一说他的想法 我们再让你使用挑战卡好不好 来 敏涵 我觉得红一的无人机不错 因为它可以减轻老师或行查员的负担 看来有队友相助 对 帮红一再加多一些这个内容更棒了 对不对 好 非常棒的 好 那么接下来 老师先加分给A组的小朋友了 A组小朋友已经有两分了 那么接下来老师看到 好 子欣已经举上了他的挑战卡 我们让子欣来分享 我有一架神奇的无人机 当我的东西不见时 它会快速地扫描我的家 并帮我找到我不见的东西 有时我懒惰时 它还可以帮我拿东西过来 非常棒 有时候老师可能也需要这个无人机 就帮你提书 有时候我很常会忘记东西 所以想帮我找一找 我另外一只袜子去拿你 好 那么其他小朋友 红一是有问题要询问是吗 如果你要找黑袜子 但是还找给你白袜子呢 她不会找错 因为她是智能产品 还是那个答案 还是那个答案 同学们都对自己的智能产品 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 老师要再考一考你的子欣 如果她真的出错了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 如果她真的出错了 我就自己去找 到最后有时候难免 机器 要靠自己 对 机器难免会出错 我们还是得要靠自己了 对不对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把东西收好 没错 好的 那么其他小朋友 有没有什么要提出疑问的 或者是有什么想法要分享的吗 还是同学们 A主有疑问吗 好 一轩 我觉得子欣的这个无人机很好 因为我可以找到 我很久已经不见的玩具了 非常棒 也是一样的 都是赞同她的队友的这一个想法 没错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A组和B组都同分 怎么办呢 要不要老师追加一个情况 让他们现场来想一想看看 他们能不能够想到一些点子 那么老师给你们一个情况 如果是说现在老师的家有小偷 怎么办 你们的无人机能不能够帮到陈老师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 敞答 来 红毅 我能帮助你的无人机 因为我的无人机能替你捕捉坏人 老师想问一问你的无人机 可以怎么样帮助陈老师捕捉坏人呢 他可以伸出他的双手 伸出他的双手 把那个 那个坏人 放记忆给警察 好像包裹一样 那么如果小偷速度太快了 你的无人机追不上他 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可以帮助到警察 更快速地找到这个小偷呢 他先拍那个小偷 如果他上车的时候 他会拍车牌 他会很聪明 他可以记录他的资料 看来这个无人机还是很棒的 是 这听起来很高科技了 对的 有可以留下这个证据 没错 那么警察就可以更快速地找到这个小偷了 没错 那么其他的小朋友 除了红毅的这个想法之外 你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或者是说老师让你 一轩同学有举手 来 一轩 一轩听到吗 如果你那个小偷的车是个Lamborghini 飞走得太快了 他就会更飞得更快了 他不会坏掉的 因为他是智能的 同学们都对自己的智能产品 很有信心 对 谢谢 都觉得说自己的智能产品 能解决一切的困难 就是小小科学家的心理 对的 好 那么不晓得 主持人 你觉得红毅这个想法 他可以拿一分吗 可以 好的 老师就让A组也拿到一分 好 那么请问B组的小朋友 有没有要追加分数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的创意王就出来了吗 有吗 看来没有 看来没有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创意王就这样诞生了 就是我们A组的学生 就是红毅和敏涵 来 掌声一下 谢谢你们 好 恭喜你们 老师要在这边 特别称赞一下四位小朋友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当他们在回答的时候 第一 当他们在分享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越来越流畅了 是 而且他们的点子 说来就来 而且他们在解释方面 他们的这个功能 都让我们听的人 很有那个画面感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 明白他们想要述说的这些内容 而且同学们 在说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的有自信 对不对 最先是够清楚 表达一定要流畅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等广告过后呢 老师将会进行下一个活动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千万别走开 那就继续留守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我们稍后回来 又继续给陈老师跟我们讲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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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ay TV KPM 哈啰 来到我们的听说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 那到底陈老师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说呢 老师 好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 同学们都发挥了他们的创意 和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无人机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老师想让同学们看一看这个图片 你们看这个机器人非常的忙碌 要同一个时间去处理很多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我们人类要创造这些智能产品出来呢 小朋友们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呀 来 仔细 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和更加轻松 非常好 这个回答非常的清楚 好 那么其他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有吗 好 敏函 机器人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简单 更加的简单 很好 可不可以稍微的再解释一下 它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简单呢 它会帮我们处理那些给我们很多压力的事情 非常棒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 明白到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更加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老师有一个问题 要考一考同学们了 之前小朋友们 你们都有时间去做准备 对 那么现在老师想要让你们马上就想到答案了 好 这个问题是 你想要发明什么人工智能产品 帮助你解决生活中面对的难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人类会发明这些智能产品 是来帮助我们的 对不对 没错 好 老师相信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或者是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都一定会面对一些难题的 好 老师想要让同学们分享一下 如果是你 是这个小小科学家的话 你可以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一个新的创意 来发明一些新的人工智能产品 有谁来先回答吗 好 主持人要选一选学生吗 我就选 我们就先让子欣来先开始吧 子欣 我想发明一张智能床 能为我解决起床的问题 当到了我起床的时间 智能床会播放音乐 提醒我起床 如果我还是赖床 智能床会摇晃 把我摇醒 好 很不错 这个床也可能很多学生都需要 赖床 对 很多学生都需要这一张床 那么这个迟到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 其实她的小朋友 你会不会想要这个 子欣发明的这个床呢 好 明涵 会 因为每次早上爸爸叫我起床时 我总是要等到十分钟才起床 如果有这个床的话 肯定你就不敢赖床了 要不然就会从床上掉下来了 对 好 那么其他小朋友 要不要也分享一下 你想要发明什么东西 来 红毅 我想发明一个智能小卫星 然后发射到外太空 它可以快速的扫描整个地球 只要它发现有害的病毒 它就会马上从外太空撒喷药水 消灭病毒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个 没有病毒的世界里了 非常棒 对 非常完整的述说了 这个口头表达得非常棒了 其他的小朋友 你们觉得呢 红毅的这个发明好不好 好 明涵 我觉得红毅的这个发明很好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戴口罩 因为我觉得戴口罩真的很闷热 是的 这个真的是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 非常地炎热 炎热 有些小朋友真的会比较辛苦 没错 好 那么其他的小朋友 还有两位小朋友还没分享 对吧 来 你们想要发明些什么呢 来 一萱 我想要发明一个小小的机器人 早上时它会把我叫醒 然后给我刷牙 换衣服等等 然后它会把我飞去学校 然后它会跟我上课 上课的时候 它会把上课时的笔记功课 全部记录下来 到家的时候如果我没听清楚 它会重讲一遍 所以基本上这位同学是打算什么都不要学了吗 是吗 一萱 你是会完全依赖这个机器人帮你上课吗 一萱 我会 我还会学习一点点的 一点点而已 还是说你还是会全力学习 对吧 而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样帮到你呢 刚刚我听到它说它可以弄成笔记给你 对不对 它能在一张纸上写 所以它就会整理一些老师的重点 那么就会让你的学习更加的方便了 也有效率这样子 一萱 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口头表达这一块 我们稍微的就是说的时候 真的要表达清楚 那么我们听的人才会能够更加容易地 听清楚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好 还有一位小朋友还没有分享的 好 敏涵 敏涵 我想发明一个机器人 他会不用听我们的指示 就会自动去帮我们做家务 这样妈妈就可以减轻她的负担 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了 好贴心 对 这个肯定是个乖小孩 在班上也是一样是我的得力助手 好 那么老师想问一问敏涵 其实现在有很多机器人 他都能够帮我们人类做家务了 但是老师刚刚有听到 或者敏涵有说到它是自动性的 不需要我们给予指示才去做 那么老师想考一考敏涵 除了这个做家务的这个功能 它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呢 有 当然在做家务的时候 它还能播放出音乐 让我们娱乐 也能够放松心情了 非常棒了 然后四位小朋友都已经回答了 他们的这个针对这个题目 来说出他们的想法了 好 那么老师要在这里称赞一下 四位小朋友 我们来重回今天我们的要求 就是我们要做到这四点 要内容充实 要叙述清楚 要语述适当 还有就是态度大方 不晓得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你们觉得这四位小朋友 有没有做到呢 那老师 我就把这个问题交回给你 我想问一下老师 对于这四位同学的评分表现 到底是怎样的 老师觉得 从一开始 我们第一个活动的时候 就是当同学们 在说这个手机的功能的时候 可能同学们还需要老师的引导 才慢慢地把他们的想法说出来 有一些小朋友 甚至是需要引导过后 才会用这个完整句子的方法 来说出他们的想法 但是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发现到 当后期的时候 第二个活动就是那个谜题 再来就是这个无人机 他们都慢慢地溅入 这一个好的情况 是 而且他们都会自动自发 已经知道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技巧 去做一些讲述这样子的 是的 他们第一点和第二点 我觉得都做得非常棒 就是他们能够清楚地 向我们解释 他们要说的这个智能产品有什么功能 让听的人也马上抓到了这些要点 然后再来就是语速适当 所以其他同学们才能够听清楚 他们的谜题 然后才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再来就是态度大方 小朋友们都非常地有自信 让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对的 老师觉得你们今天 全部都可以拿到六颗星星 很好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 那同学们想要知道一下 今天我们教学的课纲 要从哪里可以再重新温习这样子呢 同学们可以上网查询这个 那么就可以得到今天的这些资料了 理解 那我们再次谢谢陈老师 今天给我们讲课 那希望同学们 当然包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跟我们一起上课呢 有学到陈老师刚才教我们的 听说教学里面的技巧 那谢谢陈老师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下个星期再会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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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